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大家好 今晚跟大家做一個玩具堂的深水平叉 借了SELF的地方拍攝 方便一點 因為多版和多一些盒子 事不宜遲跟大家講一些今晚要介紹的東西 是一大堆新的COBIA 4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會介紹起碼兩款的評測 第一款就是這架鏡頭拍著的 ME-262A 二次大戰勝德國德軍的噴射戰機 其實這個產品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 應該是再出貨的 近一年 之前好像在去年都推出過一次 香港就少了 現在有了 先看看這一架 之前拍攝過的Speed Build 大家拍攝後沒有什麼特別 只是看過組裝方式 先跟大家講講這架 的ME-262 不知道大家有興趣的師兄或群組 有沒有看過這架或組裝了 這架其實如果不是新貨而計 而是新產品來計 其實設定都不錯 是否實質它推出了多久 我又沒有做功課 不知道它真的有多久 但是不是第一次推出的 看回整個造型和積木的結構 都是相對比較成熟的 如果沒有買的朋友 不要緊要看看 看看這架 砌起來之後 其實整架 是需要貼貼紙的 最關心大家都是貼紙 近期推出的產品 它們是沒有貼紙的 看看這個 這架起落架 其實都是不用拆 但是這架可能是早期一點 感覺是有少少 是這樣的 因為可能機身的大小關係 其實就不可以做到 完全是收納在機艙裡 其實很多新款產品都是這樣的情況 收納完之後 其實飛機的輪子就看不到 都挺帥的 其實機型有師兄彈過 它那個頭 一件一個 不漂亮的鯊魚頭 那真是 各花各眼 因為一件一個的好處就是 你把飛機的流線型 以及可以做到這些 這麼仔細的機槍位 另外就是 如果 用軸體 其實這裡你會發覺是一級的 當然這個就是 砌積木的一種 疑惑所在 你很完美地呈現 又好像不太好 但是 一格格太多 或者太不理想 又不喜歡 所以我覺得 這是有些矛盾的 所以有些師兄說 不喜歡這個 一格是不喜歡的 那我就喜歡 因為我也是比較追求比例 和完美主義者 就是我自己 我也是比例派的 這方面我其實不太喜歡 除非設計都很漂亮 我也喜歡軍事 即是硬橋硬馬 實體模型 即是 如果熟知我朋友 都是我那些 軍事派 比例派的人 來的 好 機頭也有一個地方 另外就是貼紙 是真的要貼的 貼紙有些問題 因為它會撩起 但是難不難貼 絕對不會構成你 砌模型的樂趣 但是問題就是 放得下去會撩 所以貼紙就不一般 證明這個機器真的不是伸出 如果伸出的那些 通常它們都是 Stamp Print 即是移印的 你看到這些很明顯 有整個圓形在這裡 嗨阿堅 整個就在這裡 貼上去 但是當然 Coby一向他做 開這些 譬如複翼那些 他都沒有走雞 還有本身飛機結構 都是堅硬的 即是不會拆 即是爛了 我經常都說 同一些內地的生產商牌子 是真的 爭天共地的 即是你飛的 你扔 除非你撞到地 小孩子玩的 你撞機當然是散 那一般的情況 就是你怎樣玩 他都不會掉 是咯 那機型來說 我就蠻喜歡的 因為始終是二次大戰 德軍最後的希望之一 就好像 高達裡面的智戶號 就是一個新型機種 但是 說不出得很少 事實上也是 在空軍和陸軍 德國呢 那時候 都有很多類似的武器 例如是Mouse E-100 空軍戰機 有幾款 都是噴射機 甚至是很高的高度 都能夠飛到 當時的盟軍戰機 只是高度都達不到 沒有什麼速度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大量生產 大量的時間去戰鬥的話 其實可能的空戰 或者是陸戰 尤其是空戰 有明顯的變防差異 不過到後期 當然 這個也是人類的幸福 德軍納粹那邊 他發展不到 都是好事 兩場戰爭結束了 因為大家都最近有理解過 其實 有些好像飛碟狀的物體 在德國二次大戰末期 發現實物是造棄了 是否真的用得到 不知道 但會不會成為後的空軍技術 也不知道 不過可能很有關係 好 說回這個飛機 除了可動之外 那些貼紙 機頭 機翼 還有 企落架 其實引停的部分 都做得不錯 做得挺帥的 還有它的迷彩花 我自己覺得 黑得好處 本身有個迷彩 不是很仔細的迷彩 就讓大家太多時間 直接去到倒獄 好 這個機倉蓋 唯一小小夠餅 就是比較鬆 這個倉蓋 其實容易脫掉 剛才你叫我調轉 它沒有脫掉 好彩 其實可能會脫掉 但這個也不是構成太大問題 但好處就是 除了下來之後 人仔馬上可以拿出來 但是人仔有另一個問題 先看 Coby的人仔 好彩 因為機艙夠大 很多時候Coby的人仔 要強硬把它打了一半 就是小了 但是這個 就完整地出了人仔 經常提到 人仔跟我們傳統大牌子的 那種形態 那種mini fake 完全是不相同的 有腰的 還有 有少少 面部有少少 凹凸的 有鼻子 有鼻樑的 這個真是見仁見智 玩下去 其實這個應該更豐富 但是你想玩不玩 那晚傳統mini fake 那個人仔的感覺 真的好看個人的喜好 好 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的stamp print 很有趣的 後面也沒有的 經常都問過 總公司那邊 就說他們的成本問題 我覺得又不是差很遠 你弄好一點 貴一點點 應該不會有人罵吧 好 希望他們改善吧 但是人仔方面 其實是挺好玩的 其實是 操的也挺有型的 其實 那當然這些沒有 也可以 那一樣都是那些 除了是缸頭的 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隻 好 人仔說了 說了機倉容易脫掉之外 機倉的內籠呢 也有操控杆的 有那隻迷准器的物體 有樽耳 so far 機身本身夠 機倉夠大 所以做得出來 就沒有什麼問題 機型砌一陣子 砌得很開心的 即是好 即是好 好飛機的 那這裡呢 剛才有一個不小心的 沒有什麼 這塊呢 就是很多人 喜歡不喜歡的 就很多人的說法 我自己就覺得 誠意就好 因為是全身要重新開武 這個機頭呢 未必用得回到其他的戰機裡面 冷戰時期的飛機都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 應該是獨立的 用不回 好了 那說一下少少簡介 那這隻呢 就是很快砌完 這個就是小弟自己砌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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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315塊一個人仔 三百多塊 對一般砌學節目來 師兄來說 差不多 我想 快的那些快手人 一顆鐘搞定 對 那些慢手人 就 一顆半鐘 甚至兩顆鐘 就是砌一下走開 去 那 所以這個呢 就 我就覺得 喜歡熱戰機 這些沒理由 沒理由不存在吧 那麼 那麼 中間那個brake 也不是真的brake 我拿開一陣子 就說說一些新貨 大家一來可以間開了 我用太多來說 其實 一直都是多的 一個月平均 我想他出到 十款八款 其實 Kobe 那麼 都算是一個 比較多產的牌子 這個村綠呢 就是 玩軍事 沒理由 沒理由 沒見過這架飛機 就是 忠不忠一件事 這架 雙螺旋掌的直升機 就是重型直升機 可以載很多 冰原 甚至 一些輕型的裝甲車 都勝任的 那麼 那麼 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 依然你看到機艙 我沒有組裝的 我只會說一盒而已 裝多了兩個人 可能那個人的 只有半身 以Kobe 或者其他性格 1比48 他說1比48 你信不信 應該1比48 差不多大 只換句話 組裝起大那架 Forsus Availa 我想大概這個盒那麼寬 就是 直接來這個盒那麼寬 一尺長 那麼 就 看過 之前 那陣子未完成度高 所以就不太好看 後來看到師兄組裝出來 是幾個人的 那麼 現在這個顏色就是 綠色 軍綠色 不知道會不會遲些出其他 顏色 因為這架說明是美軍的 綠軍的版本來的 對了 那麼八百一十幾塊 相對肯定是大價的 以及 就是 就是會 會 要些時間的 對了 那麼 最近加造直播都說很頻密 一個我做開的了 但是 就不是經常做 是複雜一點 因為要share由成 因為要share 回到我們對的群組 會好些 好了 那麼 這個後面呢 就是一些簡介 說回正式的 就是 Cino Service 那些時間 原來是1961年 已經開始了 就是很少一架戰機 用這麼多年 足足呢 是超過半個世紀 即是60年 那麼可能呢 直升機的用途 雖然廣泛那麼多 但是 換轉 那個 戰場的考驗性 純粹是運輸 和裝甲力量 速度力量 會考究一點 不是戰鬥用直升機 所以 更新的機會 會低一點 即是 前世戰機 可能用15年 就會換新機 有些地方 所以 這一個 會用60年 那麼久 所以你看到很多 河里會電影 基本上 講真的 有些戰爭畫面 其實都會看到 這架直升機 所以 砌了去 將會有機會砌 但是暫時沒有 未試行砌 跟大家介紹一下 CZ-H47 寸辱 另外 上次 回到現代戰機 其實 Kobi 出現代戰機 之前出過幾款 第一款 兩款都是法國拿了拉枕的戰機 一款是幻影2000 Mirad 2000 另一款是Rafali 其實兩款都是法國做的戰機 都不錯 但是 尤其是一號那架 有少許機頭上的組裝 有少許問題 我自己覺得 不是那麼理想 當然不會在外觀 你用膠水幫幫忙 但是 接下來出了F18 兩款 尤其是拿了Top Gun 就非常之受歡迎 好 這個F18 其實是兩款 一款是有 兩種顏色 其實就是拿了 Top Gun Maverick 一個 一個 一個職目 即是F18 就是在廣告 什麼都不特別說 挺帥 那時候也有很多師兄 去買 去到現在這一款 F15 也可能會比較期待 雖然這個 沒有電影Lyzen 純粹一架 即是 當是軍事形態的飛機 但是 F15 始終曾經是空中的機王 在這個 80年代 到90年代 2000年 其實都是 一個 戰績非常標榮的戰機 跟F14差不多 不厲害 所以呢 雖然現在退役了 所以這一隻 都會比較多 上玩二支 現代戰機積目的朋友 會首選 六百多塊 咦 有沒有人仔 它都沒有寫 我想它寫漏了 503是新系列 即是501 503是新系列 即是500系列 都是新的 那麼 竟然寫漏了有沒有人仔 但是目測呢 盒子裡面有人仔 那之前的F18 就不用擁有人仔 甚至有 電影裡面的Mavrik 那個Logo 的頭盔 所以那個比較 帥仔 我叫做 那這個F15機型 始終呢 F15機型 是有少少 我叫古典味 即是不是這個年代的樣子 那喜歡不喜歡 不知道 但是那個年代 米格25 和F15 兩架戰機 當時有些傳聞 就是互相去 兩邊的間諜 去互相偷對方 即是一些設計 所以出來的兩架飛機 是有些相似的 有些 當然大小很不同 發覺 當時在戰場上 也有很多 很特別的故事發生過 當然不是一些 大規模的戰爭 即是冷戰期間 那F15來講 其實這架 其實是大型一點的戰機 那 就800多塊 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剛才的村綠 是800多塊 但是它特別的地方是單座位 即是F14是雙座位的 所以這架 機型來說 我覺得F14是更漂亮 希望它快些出F14 因為F14應該是下一層 就會出F14 好 那F15之外 有得玩現貨 另外 再講多架 就暫時停一停 因為剛才我拍了一張照片 就很多架 好 介紹一下直升機 好 另外這個就是 亞柏奇 1比48 又是1比48 那剛才的F15是多少呢 其實都是1比48的 1比48的都是 即是三架都是一樣大小的 即是理論上比例上 這一架呢 亞柏奇 500多塊 小一點 很明顯是戰鬥直升機 雙員雙座位 但是呢 是完全裝不到其他兵源的 純粹就是一個 即是好像 我們叫空中坦克車 你看到旁邊的兩個 典型機器機關炮 就很出名 即是在那邊轉 即是火力大到 即是 類似美軍的M2重機槍 好像是沒有一支 即是它有四支 兩扭發射 都是頗厲害的 當然未到去炮彈級數 但是 你看到這邊 它們又可以射到彈 所以其實這架 真是叫空中坦克 當時來說 冷戰期間 蘇聯那邊 或者俄羅斯那邊 亦都有一些 那個人叫做蘇聯 有些叫做好大架的戰機 那些戰鬥直升機 那些再大架的 又是雙座位 長證的名字 忘記了 怕說錯 好 也是有出過戰場的 阿富汗戰爭 中東戰爭 都見過一下 所以這些戰鬥直升機 有另一種玩法 看看盒子後面 這一架也是美軍的 亞柏奇當然不會值 美國的武器 當然不會值美國用 你會發現很多的盟友都會用 這架也是美國的 對 看到機頭 雷達 以及亞柏奇的 直升機的頭盔 有些特別的 這個可能是那些 即是叫做什麼 即是機司令去哪裡 槍又瞄準去哪裡 這個科技 當時看電影 也知道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 我又不會說 因為不是軍事專家 好了 這個1比48 都是剛剛的 有些人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有些人 是 在全球 那些人 是 谢谢观看